海拔2350公尺的向阳山区 在这一波冷气团当中降下了锐雪 包含了向阳派出所以上的山区 是披满了雪白的颜色 号称全台最高的向阳派出所 外的温度计显示零度左右的低温 不过气象战说 13号开始气温将会回暖 上山是看不到美丽的雪景的 号称全台海拔高度最高的向阳派出所 半夜降下今年第一场锐雪 当时南横公路东段因为陆基灾害 车辆无法通行 没有游客能够上山亲眼目睹 只剩下派出所远景买庆林 一个人拿着手机记录下2018年 南横山区的出血 河南横丹派出所远 diaphrag的 河南 todo音机 跟太阳派出所远 Plant 向阳派出所挂在墙上的温度计 明确指出当时的气温 11号凌晨第二波降雪 持续一个钟头 附近山头和景物 全都披上一层白色的外衣 仿佛置身在北欧的雪景当中 气温够冷水气也够 向阳的出雪让不少民众惊艳 不过气象战说 13号开始 第三度下雪的几率大大减低 因为目前来看 现在是属于干冷的天气形态 那有目前的这样降雨期是20% 所以降雪的机会可能不太高 气温应该是跟今天一样 零下1至2度左右 那天阳光出来的时候 可能会青色升到0度以上 过于克尔赏 那赏雪应该是今天上 明天应该是不会比 所以最一波应该是算尾声的 所以赏雪机率可能会不高 八王级的寒流造就了难得一见的雪国事件 大雪纷飞的美景 让2018年开春增添了几分 诗情画意 记得赖永诚 观山镇报道